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讲的是 美国公民怎样为父母办绿卡 首先呢,如果你只有绿卡 是绿卡持有人 不能给父母办绿卡 所以入籍美国呢,要说一个 好处优点呢,就是你可以给父母 办绿卡,作为美国公民 而且没有排期,没有等待时间 这个是移民法规定的 那所以呢,也就没有名额限制 那美国呢,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移民国家 它和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等国家还不一样 后者呢,更是所谓叫地广人稀 所以需要劳动力,更希望吸引年轻的移民 据我所知,澳大利亚呢 对于这个家庭团聚 说你要接父母来,有更多的限制 好像要等若干年 还有别的资金的要求 美国呢,在这方面限制少一些 实际上呢,美国每年的100万移民里面呢 大多数,超过一半都是亲属移民 那这里面呢,有很多也有这个美国公民的父母 包括呢,出生在中国的美国公民 入籍以后给父母办绿卡 那么这个具体来说呢 从流程上呢,可以有两种办法 如果说你父母能够用签证 旅游比较多的是用B1、B2签证 旅游探亲签证到美国 到美国以后可以留下 然后呢,你拿到美国国籍以后 可以给父母办绿卡 哪怕父母的签证身份已经过期了 也没有关系 只要是合法入境美国的 这样呢,你可以提交I130申请 然后呢,父母可以同时提交I485申请 大概一年左右可以拿到美国绿卡 那么提交了申请以后呢 还能不能离开美国呀 要等你父母拿到了回美证 这个叫Advanced Pro以后 所以呢,大概他们提交申请以后 四个月左右 拿到了这个I131的批准 EAD Advanced Pro Combo卡 或者就是Advanced Pro的回美证的这个纸 那么可以离开美国 然后呢,但是一般批准以前呢 要有一个面谈interview 所以过后还是需要回来 要在回美证过期以前回到美国 另外呢,根据奥巴马凯尔 以及其他一些有利的这个法规 那么父母呢,在美国也可以有这个医疗的保障 也可以有其他的福利 从这些方面还是有不少这个生活的保障和福利 那过去呢,前一段时间 川普当总统的时候呢 曾经这个公众负担的要求 对亲属移民有更多限制 但是在川普下台以后呢 这些限制都已经被取消了 那么另一个选项呢 是如果父母因为各种原因 他拿不到签证到美国 或者暂时不想用签证来美国 怎么办呢 那也可以给父母同样办绿卡 但是要的时间就长一点 分成两步手续 第一步呢 你先要向美国移民局提交I-130申请 等到批准了以后 移民局可以把这个批准 转到National Visa Center NVC 后者呢会通知你和你的父母 然后呢他们在中国办移民签证 要在广州领事馆 那么前面I-130可能要将近一年 后面这个移民签证也要半年到一年 所以要的时间长一点 关于移民签证 领事处理 我们的在美国攻略网站 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有若干这方面的文章 可以参考 这个是流程 那么需要什么样的文件呢 需要你自己的出身公证 证明这个确实要办的 这个受益人是你的父母 那你自己的美国公民的身份证明 比如说入籍的一个纸 或者是美国护照 还有呢 那你需要作为经济担保 你要有一个专业工作 或者足够的收入 这个呢 只要说全家收入在贫困线以上 1.25倍就可以了 比较低 一般来说夫妻两个人 那再加上父母两人 那么一般呢 收入有三万多啊 就可以了 当然越多越好了 所以这个呢 对大多数在美国 有工作的人来说 都不难达到 那如果说我没有这个收入 怎么办啊 如果说父母当初 把孩子生在美国 叫什么赴美生子 现在过了好多年 这个孩子可能在上大学 21周岁了 对吧 要成年美国公民 才能给父母班旅卡 对吧 不是说我在美国 现在生个孩子 马上他就能给我班旅卡 这个不行 但是如果孩子还在上学 没有这个收入 怎么办呢 那么他名下的资产也可以 比如说那一般五美元的资产 可以抵一美元的收入 所以如果他名下有十几万美元的资产 有这个相应的书面证据也可以 让人越多越好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怎样证明谁是你的父母 这一点听起来比较简单 但是有的时候呢 因为现在 现代社会比较复杂的家庭关系 有时候不是像想象的那么简单 那比如说这生父母 直接如果说他们就结婚了 情况很简单 但也有的人是非婚生 对吧 那么给他母亲办的比较容易 要给他父亲办 那你要证明这个人是他父亲 因为两个人没有结婚 那怎么办呢 如果说当时出生的时候 两人没有结婚 但是后来 比如说在 这个美国公民长到18岁以前 他的父母两人结婚了 那么就可以 你有这个结婚证明就行 如果两个人一直没结婚呢 也需要证明他和你在18岁以前 有交集 有联系 尽到了抚养的责任 或者是有这个感情的bunding 那么如果没有这些呢 那么一般就比较难 那么如果是继父母 或者养父母 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么有的人呢 因为小的时候父母离婚了 或者说因为丧偶啊等等 那么后来又重新结婚 那么继父母呢 如果说在你长到18岁以前 他就和你的这个生父 或者生母结婚 那么呢 你也可以给他们来办这个绿卡 但另一方面呢 可能就不能给生父母 来办这个绿卡 对吧 就是说那你比如说 怎么说呢 简单来说 就一个人只能有一个父亲 说从这个移民意义上来输 当然你 这个如果说举个例子 你的生父在你18岁以后 后来因为各种原因 比如说又和别人结婚了 那么你可能不能给他的妻子办绿卡 但是你给生父办了绿卡以后呢 他可以给他的配偶办绿卡 所以分成两步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是继父母的情况 说这个他们要在你18岁以前要结婚 像这样 如果是养父母呢也一样 那么一般呢要在你16岁以前 就是说有这个收养关系要完成 像这样的 那来自中国呢 你需要有这样的出生公证 或者类似的其他的 这个结婚的证明等等 来表明这个亲属关系 所以呢 那我们这里总结了一下 办理这个给父母办亲属移民 可以通过什么样的程序 大概要多长时间 然后呢 需要什么样的文件 那我们律所呢 为很多的这个申请人取得了 这类的批准 那如果你在美国办亲属移民呢 一般批准以前 要有一个面谈interview 在中国广州领事馆呢 也有这么一个面谈 对于来自中国的人吧 可能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就是好多人的父母嘛 可能年纪已经比较大了 退休了 有的人原来在体制内工作 原来曾经是党员 那么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 因为这方面的原因 收到了要求补充材料的通知 甚至造成绿卡 或者移民签证被拒 对于这个呢 也要注意 要提前做好准备 我们此前也有 其他的一些文章和视频 讲这方面的具体情况 也可以参考 那么总体来说呢 每年美国公民的父母 在中国广州领事馆 拿到移民签证 然后入境美国拿到绿卡的人数 还是比较多的 美国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 每年的新发放的绿卡数量里面 亲属移民 包括美国公民父母 这方面数量也是很多的 当然更多的还是美国公民的配偶 那么关于亲属移民 如果你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好 谢谢